这不是一场科技炫技 是一次文明跳跃 而你我正处在这个伟大跃迁的起点 你有没有想过 未来的世界第一 不是军事第一 不是经济第一 而是宇宙文明第一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科幻 但我告诉你 2025年开始 人类文明真的站在了一个风水林上 你知道吗 过去的几十年 中国一直在东升西降的赛道上 疯狂追赶 但现在游戏规则变了 中国已经甩开了所有的对手 进入了独一党领跑模式 能打败中国的 从此只有中国自己 而这一切的起点 藏在西藏 一个叫墨托的地方 2025年7月19号 地球上一个被称为 全球地质禁区的地方 中国墨托点燃了一场 不输登月计划的世纪豪赌 这里不仅创造了 人类史上最难的大坝 还暗藏着我们即将打破能源诅咒 穿进宇宙文明的终极答案 是的 中国或许成为人类 进入宇宙一级文明的关键变略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一集 我是大招 今天这期滑走的朋友 未来你可能会后悔 不是危言耸天 而是因为我们要讲的是 一个超级工程 加一种终极能源 加一个文明跃迁 三个关键词共同指向一个问题 中国是否正在成为宇宙文明体系中 率先升级的那个国家 我们将从最硬核的水电站讲起 进入最疯狂的能源研究 最后探讨人类文明的终极归宿 准备好了吗 Let's go 痛点人类文明为何卡住了 我们常说人类科技突飞猛进 但真相是什么 我们其实还只是用有点灯的原始人类罢 根据卡尔塔肖夫文明等级理论 人类现在的能源使用水平 只能勉强算0.73级 而要成为宇宙的一级文明 人类必须能完全掌控地球的所有能量输出 包括风光水 甚至是地壳潮汐和核反应 众所周知 我们目前的发电量 主要靠的是煤炭石油天然气 这些能源不仅污染环境 还严重依赖全球的供应量 2024年 中国光是进口石油就高达了5.53亿吨 花了3520亿美刀 这些钱基本都是送出去的安全感 别看今天谁是科技大国 芯片霸主 一旦电没了 高铁变塑料 卫星变太空垃圾 连抖音都得靠嗓子来呐喊 而更大的问题是 人类已经进入了能源博弈的时代 谁掌控能源 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球霸主 解决方案 地球第一奇迹 没脱水电站 你以为建个水电站 不就是发发电吗 那你就太小看中国 先说说人类现在的能源焦虑 这就是咱们当下最大的痛点 咱们开车要烧油 发电要烧美 每年花几千以买石油 还得看别人的脸色 想搞星际探索 飞船没有足够的能源 根本就飞不出太阳系 就像马斯克的火星探索计划 到现在也只是个梦想 所以都得因为怕能源不够 束手束脚 说白了能源就像人类文明的充电宝 现在这充电宝容量小 充电慢 还是总被人抢 就算你手机没电了 你兜里又没钱 你想去借个充电宝 别人借你吗 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嘛 那解决方案来了吗 来了 而且是个能让全世界闭嘴的方案 墨托水电站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 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 堪称地球第一奇迹 2025年7月19号 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 正式开建墨托水电站 这工程有多离谱 总投资1.2万亿 相当于三个三峡大坝 六个白鹤滩水电站 如果你觉得光说数字太干 这么说吧 把1.2万亿现金铺在地上 能铺满1400平方公里 比很多县城的面积都要大 更狠的是发电能力 年发电量3000亿度 顶三个三峡 不对 是至少顶三个三峡 这个水电站一开动 相当于全国所有的燃油车 一年的油耗 都能被它的绿能电车替代 外加直接冲底27%的石油进口 最终剩下2000万吨石油等量能量 这是在给国家装上一个无限充能的核 哦不 水反应炉 但最离谱的还不是电多 而是墨托水电站的逆天黑科技 加上逆天改命的建造难度 墨托在哪 全球地质最活跃的地方 全球最大海拔落差 2000米 相当于从珠穆朗玛峰上修个水滑道 直接冲下来 这里每年地震上百次 这三帖就跟千层酥一样 一捏就碎 旁边的墨托公路 117公里 修了38年 但中国工程师硬是在这里 搞出了3D打印大坝 无人机天网监测 连霸铁都设计成太极八卦柔性宽 以柔克钢抗九级地震不带眨眼 它的30公里地下水道系统 也就是在全球地质最不稳定的地区 愣是开出一条超级地脉 这哪是建水电站 简直是在地球最不听话的地方 安上了一个超级能源心脏的 这么说吧 如果说三峡大坝是国家名片 那墨托就是地球图腾 它不仅彻底打破地理进去 也开启了能源自主安全可控的新机遇 墨托水电站是不是已经很猛 那你还没有见到隐藏BOSS 那就是中国核聚变技术的加速突破 你可能听过人造太阳这个词 它指的就是核聚变 通过模拟太阳内部核反应 来持续产生能量 如果说墨托是超级充电宝 那核聚变就是永动机 用海水里的刀和穿当燃料 它一升海水就能顶300升汽油 够人类用几十亿年 现在全球都在抢 但中国已经跑在了最前面 核肥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实现1.2亿摄氏度 持续403秒 福建聚变对主机关键系统突破核心技术 按照这个节奏 中国很可能第一个搞成可控核聚变 这不是烧锅炉了 是在打破物理学的上限 而且搞核聚变最难的不是技术 是钱加能耗加政治稳定 我们试问一句 当今世上还有哪个国家具备 万亿级资金的长期投入能力 产业链自主加工程狂漠的系统能力 科研环境的相对稳定 答案只有一个字 中 人类进入宇宙一级文明 意味着什么 这个时候就得说说宇宙文明等级 苏联天文学家卡尔达肖夫划分过 零级文明靠燃料木头和石油生存 也就是我们当前的人类 你可以看到美国天天什么石油霸权 啥啥啥 一级文明能完全掌控整个星球的能源 如莫托核聚变完成度 二级文明可操控恒星系统 比如戴森球计划 三级文明掌控银河系 传说中外星文明的起点 我们现在还挣扎着上一级文明的门槛 那进入一级文明意味着什么 简单说就是人类自由 能源无限 海水淡化能让沙漠变成绿洲 星际飞船能常态化往返火星 碳排放能源战争这些词会从字典里消失 更重要的是 人类第一次有了对抗天灾的底气 小星星撞地球 用核聚变能源驱动防御系统 太阳活动异常 用能源护盾保护地球 所以你看 从没脱水电站突破地球能源限制 到核聚变瞄准宇宙能源自由 现在的中国正在做的 不只是国家工程 而是带着人类向宇宙文明的门槛冲 这时候再回头看那句独一党领跑 不是夸是事实 当别人还在为石油打架的时候 中国已经在规划星际能源 这不是一场科技炫技 是一次文明跳跃 而你我正处在这个伟大跃迁的起点 人类的未来可能写着汉字 别忘了那句话 强者度己 胜者度人 如果未来某一天 人类真的掌控恒星 使出了太阳系 那么这首新建的伟宴上 很可能印着的 不是美利剑的星条旗 而是汉字两行 莫托与巨变 那么你们觉得 人类会在十年内迈入一级文明 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大招 不是讲故事 喊解大局 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